为救援摔伤的女山友空勤直升机缓缓下降 本该空无一物的停机坪上居然被搭了两张帐篷 直升机无法降落 机上搭载的救难人员以跳舱方式惊险落地 当时看到帐篷是很傻眼 飞起来了就会被有可能会捲进来造成肥安 但救人第一救难人员联盟赶路顺利把人救下来 只是停机坪被扎淫不但影响飞案还可能延误救援 当初进行搜救的蔡先生事后上脸书分享这件事 觉得又气又傻眼 我们也是在猜测是不是就是有可能是偷跑的 就是违法入山的 那个官高停机坪的附近它有就是营地 就是合法申请的营地让山友去搭 可是山友它很支持 而且又搭在所谓的停机坪的反射部上面 日管处认为车开在路上 登山走在既有道路 帐篷本来就该搭在合法位置上 非指定的营地里面扎营那本来就是违法 所以按照国家公元法那是可以处于这个三千元的罚金 疑似偷跑山友违法扎营 域管处将左手清查可能知违规队伍依法开罚 三星无愧派的文台都报道